大家好,歡迎收看足球頭條 今天又拍大包為大家報道一些足球的資訊 第一宗就是EUROSPORT的報道 它說了幾宗轉會的傳聞 第一宗就是一個阿仙奴又賣前鋒 歷史難道又再重演 剛剛的報道就是阿仙奴收到 曼聯的一個報家想用6200萬英鎊 買他們的前鋒奧巴美揚 這個是太陽報的報道 或者是傳聞 曼聯的傳聞上高 亦跟國際米蘭談談這位 比利時的腳勞卡古的傳會 據報道蘇斯克查說如果 盧卡古真的走的話 就要補充一個前鋒 但是大家也猜不到 原來補充的前鋒 可能就是這位阿仙奧的前鋒 奧巴美揚 EUROSPORT也說 曼聯嘗試買走阿仙奧的 金虛獎得主 我們都已經聽過 在2012年的暑假 雲佩斯 由阿仙奧轉會去曼聯 當時來說 令曼聯 再次奪得到聯賽的冠軍 所以不知道 蘇斯克查是否想抄 他的師傅費格信 同樣的事情 但是這次來講 阿仙奧再賣走他們 這個有用的射手的機會 相對來說 少了 但是這個倫敦球會 其實都頗需要一些 轉會的費用 第二單是相關的 就是國際米蘭可能 很難去到盧卡古的轉會要求 剛才也有說過 傳聞 國際米蘭很想買到 曼聯的前鋒球員 曼聯好像企硬 七千五百萬英鎊才肯買 這位比利時的前鋒 就是國際米蘭新領隊干地的頭號目標 希望轉會的人物來的 但是兩個球會在轉會費上 仍然有少少僵持的局面 國際米蘭希望有些便宜的辦法去做到 不是 國際米蘭正在考慮一些 可能是便宜的方案 就是說 可能會考慮 李爾的前鋒 Rafael Leo 只是三千三百萬英鎊 這位二十歲的葡萄牙前鋒 之前亦都被傳聞過 和愛華頓或者阿士東維拉 可能是有機會轉會 Eurosports就說 他說干地上次做車路士領隊的時候 已經錯失了這個機會 簽到這個盧卡古 當時來說 摩連奧說服了這位愛華頓的前鋒 去加盟萬聯 結果干地獲得莫拉達 結果我們都知道情況是怎樣 所以干地可能會更加想簽到盧卡古 這次 國際米蘭也嘗試過很多不同方式 例如外借之後再買 先借後買 但看來 亦都嘗試用球員交換 包括傳聞過 用以卡迪、尼恩高蘭或者馬尼奧交換 但暫時兩個球員都沒有什麼共識 Eurosports的第三單傳聞 指 PSG有興趣 這個熱刺的集委球員 丹尼路斯 丹尼羅斯 丹尼路斯 丹尼路斯沒有跟隨熱刺的大隊 去到亞洲之旅 可能很大機會 好像他的前隊友 現在應該叫做 阿捷比亞 可能在討論轉會的情況 MIRROR就報道 這個PSG 願意付出兩千萬英鎊 對於這位左閘球員 丹尼路斯 丹尼路斯 還有兩年的合約 Eurosports就說 這單的轉會可能 令到大家都開心 因為丹尼路斯 已經說過 想去一個球會 是贏得多些錦標 巴黎聖日耳門 基本上來講 法甲都是他們的囊中之物 而他們也需要鞏固他們的後防 需要一個中堅 也需要一個集委的球員 杜曹 PSG的領隊 也是嘗試 令到這兩個位置加強 所以 路斯對於他們來說 是非常吻合的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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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二次方面 亦都 他的領隊 寶哲天奴 可能如果能夠 將丹尼路斯賣出的話 收到的轉會費 可能令到他們 有些新的選擇 在收購球員方面 所以來講 就 儘管看看怎樣 這段交易 好 接著 就說回 迪烈志 昨天我們說過 他就加盟了這個 祖雲達斯 The News 這個媒體就說 祖雲達斯 令到迪烈志 成為全球最高身價的 防守球員 那麼 就說什麼呢 就說這位中 sorry 這位 荷蘭的中堅 那就是 剛剛以這個 7500萬歐羅 加一個 附加條款 就是 10500萬歐羅 去加盟了祖雲達斯 那如果加上那個 附加條款的話 那個總轉會費 就會剛剛超越了 他的 都是荷蘭隊的隊友 維迪克 從修咸頓轉會利物浦 2018年的一種交易 因為那單交易 如果折算為歐羅 就大約是 8400萬歐羅 而 迪烈志 這單轉會費 如果加上那個 附加條款 就是 8505萬歐羅 所以剛剛就多過 這樣 他的 阿積斯隊友 22歲的迪莊 也剛剛加盟了 巴塞隆拿 那 令到 他的轉會 也有幫助 因為 根據報道 迪烈志的經理人 Mino Raiola 就幫忙 令到迪烈志 談到 他那個在中雲達斯的 薪金 基本薪金 都有750萬歐羅 如果有一些 獎金加起來的話 可以去到 1200萬歐羅 非常之厲害的一個 收入來的 之前 車路士的領導 剛剛加盟了 草雲達斯的 沙里 絕對是很想 重整旗鼓 尤其是 他們的後防中堅 兩位非常出色的中堅 Ciolini 和Bonochi 都已經分別 是34和32歲 所以 在防守方面 有些新血 大家都順利成章的事 迪烈志 代表阿積斯 總共踢了 117場賽事 入了13球 他亦都在 祖雲達斯被 阿斯斯淘汰 過一場歐聯的賽事 入了球 OK 有趣的 祖雲達斯已經連續兩屆 在淘汰他們的球隊 買球員 今年就是 迪烈志 去年是誰 我想不用說 當然就是 至尊 施朗娜 所以這件事 非常有趣 迪烈志 成為了 我從防守球員來說 最高轉會費的球員 這樣 好 今天的最後一宗新聞 就是關於萬成 萬成 瞄準他們的轉會目標 就是新美斯 報道的媒體是MIRROR 大家認住這位球員 叫做 Thiago Armada 在阿根廷那邊 盛傳他是一個新美斯 據報道 萬成領對哥迪奧拿 亦都瞄準著這個目標 剛剛他在討論續約 他是阿根廷球隊 Vellasasville 的球員 他十八歲 剛剛在討論一個新的續約 這個球會想把他的買斷條款 由1400萬英鎊 加到2300萬英鎊 萬成據報道 願意付出一千一百萬英鎊 去買這個進攻中場 這個已經是之前的了 所以現在可能 這次回來要加碼才行 這位阿根廷球會 很想這位非常出眾的球員 Armada 再續約 亦都說應該續約的 那個傾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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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 如果萬成想簽任這位球員 肯定在準備費方面 要加碼才行 間接導致這位球員有機會登錄英超 比較上細一點 這個報導的媒體就是 葡萄牙的媒體A.Bolla 他亦說阿馬達這位新美師 知道曼城對他有興趣 亦有希望可以跟哥迪奧娜去踢球 但同樣媒體A.Bolla 所屬阿根林球會的負責人 其中一位董事 Paulo Cavallaro 在電台訪問中說 我們已經跟這位球員 續約的條款已經談好了 差他簽名 買斷條款是2300萬英鎊 曼城據報導 可能跟他們一個友好的球會 葡萄牙的士布亭 會不會借助士布亭去幫忙 外借這位球員 讓他繼續發展 即是說 曼城有可能 就算買到這位年青美師 都不會馬上把他放進他們的陣容裡 可能會外借給士布亭 讓他慢慢成長才找回他來加盟 暫時傳聞來到這裏 這位右腳的球員 阿瑪達 是在布爾洛斯艾利斯出生 即是在那裏出生 可以踢進攻中場 或者是第二的前鋒 在上一季 在16場的比賽中 入了三球有兩個助攻 另外一件關於曼城的情況 就是他們的集委球員 文迪 又說他下個球季的第一個月 又受傷 那就未必可以踢到 但是 曼城有幾位年青的球員 西班牙的Angelo 已經準備好接替文迪 或是當他受傷時代替 因為剛剛在韋斯咸那場 英超的亞洲挑戰盃上陣了 亦表現不錯 今天的足球頭條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收看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頻道的朋友 可以訂閱足球頭條的YouTube頻道 以及給這條影片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 拜拜